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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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耀华侵吞遗产 向媒体公开发出质疑 而侯耀华回应徒弟里面有坏人 而后又多次表示 要代表弟弟清理门户 开除郭德纲 至此二人翻脸决裂 郭德纲真的是坏了吗 小编认为恰恰相反 侯耀文这个徒弟收得纸了 郭德纲缴和了侯家事 这点都承认 但是反过来思考下 郭德纲要想支持侯耀华 其实更简单 只要学其他师兄弟一句 加入时不便干预 或坚口不言即可 反观老郭标心利益 支持侯耀文女儿侯赞 这样一来 不仅要奔走疾乎 还要用自己名誉为侯赞做担保 甚至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从执行难度上讲 孰一孰难 一眼便知 老郭不可能吃饱了 没事干 故意插这么一杠子 逻辑上不成立 当然 那都是过去的事的 孰是孰非 皆为笑谈 侯耀华老师是真正的名门之后 说像省得能出身于侯门 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啊 好好做意 老实做人 希望侯耀华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报喜欢您的观众